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 东风十七是一款高超音速武器 复杂的飞行轨迹使得拦截其非常困难 增加了其打击目标的成功率 由于弹头形状的改进和载荷的减少 东风十七射程大大增加 最远可达2500公里 且精确度更高 其主要用于打击对方反导防空系统等高价值目标 南华早报刻意点出 东风十七的射程 除覆盖台湾外 还能威慑日本恒军鹤的美军海军基地 尽管东风十七的主要目标在于威慑台独 但一旦驻日美军在战时准备干涉 东风十七可以打击驻日美军的恒须鹤基地 此番报道引发了台媒的关注 台媒在18日再度炒作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导弹的话题 称解放军部署了更加先进的导弹 以对台湾施压 是为攻击台湾做准备 此外 报道也引发了台湾军方的注意 台军方声称 解放军相关兵力部署与军事动态 台军联合勤奸针作为 都有充分掌握并世界应处 而东风十七导弹部署到东南沿海 有三个重要意义 一是警告台独 无论你买什么武器都没用 就在前不久 台湾又准备向美国购买七种武器 其中包括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系统 Slam-12超视巨导弹 鱼叉反舰导弹等等 但这些武器在东风十七面前就显得非常小儿科 二是 巨组美国反戒入 东风十七具有一定的反舰能力 美国专家也认为 东风十七能打击大型水面舰艇 它的射程达到2500公里 这就决定了美国军舰在靠近中国近海2000公里以内都要悠着点 也就意味着美国在日韩两军的军事基地都在其覆盖之下 三是 忠告日韩等国要走在正确道路上 东风十七的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日韩提出了忠告 不要在军事上对美国的恶华助手为虐 中国完全有能力反制 若不然只会伤及自我 神仙相争毁了自身 此外 中时新闻网18日道称 大陆媒体本月9日放出歼15战机在渤海炸射海岛目标的视频后 央视军事频道官方微博又于十日晚发布视频 指出一场多兵种联合立体渡海登陆演练 已于日前在福建广东多处海域同步展开 并且是首次在夜间凌晨展开登岛突袭军演 报道称 这部视频是近年来大陆官方首次如此完整的介绍登岛军演的全部过程 台军事专家陈国明在这论节目中称 解放军进来动作就是针对台湾而来 陈国明称 对守卫军来说比较麻烦部分在于 大陆会用这类无人载聚来降低伤亡人数 以往的登陆作战就是士兵抢贪 这都会有人命的损伤 但大陆现在先行一步 用无人载聚朝向机械化跟无人化前进 他还称 如果台湾没有及时应对将是很大的致命伤 今日 中国电科集团电科院在网上放出一段 让人热血沸腾的官方视频 首次公开演示了中国无人机风群技术 从外媒对试验的分析来看 中电科此次利用48连装发射机 在卡车底盘上发射 一次密集齐射 就能将48架无人机投射上空 进行精确编队 阵型转换 地面检查和精确打击 而这款无人机系统一次可发射200架无人机 形成庞大的风群 使打击效果倍增 外媒此前有报道将歼20成为中国未来的风王 称其具备指挥控制无人机的能力 随着解放军空军新型无人机与具备无人机控制能力的歼20展开协同训练 预料中国版风群战术很快就会展开训练 众所周知 全球也不缺乏与中国友好之国 但若战争爆发 中国真正的盟友是谁 普京就曾说过 俄罗斯有两大盟友 俄罗斯陆军和俄罗斯海军 对中国而言 中国有四个盟友 陆军 海军 空军和火箭军 这四大解放军军种才是中国真正的盟友 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放手 除此之外 中国还有两个盟友 农业与工业 中国的粮食储备全球最高 水稻存储 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还多 占国土面积十分之一 为数不多的土地 永远是先保障三大主粮的安全 而非为了经济利益取重作物 粮食储备多到一年不种田 还可以支撑一年半 同时我们建造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美国硬生生地把华为逼成了全能的民族企业 先做基站通信服务 再做手机 再做芯片 这一切仿佛是在逆全球的分工体系 为什么要踩别人已经踩过的坑呢 这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那么与美国博弈 中国优势都有哪些 大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六大方面 一 工业优势 一国物质力量的主要体现是工业 现在中国就拥有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30%左右 美国制造业仅占11%左右 中国还拥有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 工业门类极全 重要工业产品产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中国GDP虽然只有美国的70%左右 但美国服务业占大头 占GDP80% 产业严重空心化 战争能力主要对应工业能力 二 人力优势 以中国能动员的作战力量为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 中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三大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 人民解放军的原额数量 在最新一轮的精简之后 已经下降到了200万人 另外 在2013年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曾经提到 中国武警的总数为66万人 预备役部队和民兵方面 2009年的一篇报道指出 当时的预备役规模就达到了701万人 此外 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到 中国还有800万机干民兵 算到这里 中国目前可动员的国防力量 包括200万解放军 66万左右的武警 至少701万登记的预备役 以及800万民兵 共1767万人 当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的规定 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 和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 应当担负国防勤务 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口超过8.5亿人 以上所说的动员还并不是国防动员的全部 一个国家的国防动员除开武装力量的动员以外 还包括武器装备动员 提高装备及军品的生产产能 国民经济动员 转入战时经济体制 科学技术动员 提高军品装备研发力度 人民防空动员 政治动员等各个方面 当一个国家的各行各业都从和平时期 全面转入战争轨道之后 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才能算被激发出来 中国目前在校大学生人数有4000万左右 美国是1800万 中国是美国的两倍还要多 而且中国理工科学生比例要高于美国 这些终将在中美长跑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 市场优势 中国人多决定了中国是个世界超级大市场 中国人口是美国4倍 2018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万亿美元 中国为5.75万亿美元 预计2019年或今年 中国将无悬念地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四 后发优势 发展晚不是一点好处没有 美国现在年人均GDP是6万美元 我国是1万美元 这两者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今后发展速度快于美国的时间就能维持多长 还有一点 后发者可以引进利用已有的先进技术 可以吸取先发者的经验教训 少走弯路 可以直接推广 采用最先进技术和液态等等 五 具国体制优势 美国两党制和联邦制虽然有一些优势 但更多地展现了消极面 如内斗加剧 力量分散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美两国的抗疫表现 美国不服也得服 世界都服了中国的动员力 六 清和外交优势 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不干涉别国内政 平等相待 愿意同世界所有民族发展友好关系 与此相反 美国奉行霸权主义 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挑动地区矛盾 集团性反美 虽未形成 但世界人民心理都有一本账 公道自在人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和点赞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